你現在聽的是懸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我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會繼續和大家分享一些自然醫療的資訊 最新的發現幫助你和你家人 能夠認識到多些安全又有效的自然醫療工具 能夠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袁醫生你好 Diana你好 我們今天有一位特別嘉賓 這位嘉賓大家都認識的 就是陳振誠自然療法醫學博士 Hello Dr. Chen 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精神戰勝肉身 上一集我還沒跟大家訪問過Anita Mojari Anita是一位香港的成長 從小到香港成長的一位印度籍的女士 他在2002年發現有種叫Hodgkin's lymphoma 一種臨巴癌 四年之後可以說身體已經瘦至85磅 換換一息之下送入心血治療部 當時他可以這樣說是死了 在他那個昏迷的30小時 他就去了另外的空間 在那個另外的空間 我叫做陰間也好 我又不是太喜歡用陰間這個字的 在另外的空間 他就感覺到 遇見他十年前過生的爸爸 以及他兩年前過生的很好的朋友 兩位人士都是癌症過生的 當時他的感覺上是很極樂之開心愉快 感覺一種充滿愛的境界 他覺得這個非常之好 他就想逗留下去 當時他爸爸就跟他說 其實你的時間未到的 你應該回去 你還有任務要完成 當時Anita就有一種感覺 一種感觸 他突然間感覺到 了解到 他為什麼自己會有患上這個癌症 他覺得如果我回去 我肯定我可以克服得到 結果他就回去自己肉身 大概四天之間 身體的所有癌症 細胞的跡象完全消失了 那他很快就出院了 那出去醫院沒有多久 就在幾年之內 就在互聯網上 將他的經歷 宣佈出去 登了出去 那美國有一位 在這方面 研究了很多的 關於死過翻山的人的經歷 就安排了 他就叫Anita 不如將你的經歷寫一本書 因為這個經歷是很特別的經歷 和一般的是很不同的 於是Anita 結果 就出了一本書 在2002年3月 就出了一本書 那這本書在兩個禮拜之後 竟然在美國那個時代 那個時代周刊 紐約時代 Times Magazine New York Times 那個流行書榜裡面 是榜上有名 結果這本書 成為一個很暢銷的書籍 一年半的今日之後 竟然已經被翻譯了 成31個議員 中文版 叫做 死過一次才學會愛 大家有機會 香港應該買得到的 叫做 死過一次才學會愛 英文的書名叫做 Dying to be me 我們今天的課題就是 其實我們精神可以戰勝我們的肉身 Anita Mojari很明顯 她在精神上一種這樣的經歷 令她感觸之後 她體會了 其實她是可以克服肉體的癌症的 我們今天就請了陳博士 陳博士在這方面 也有很多這方面的資料 可以和大家分享 我們看看 Dr. Chenna看看 Human potential 人體的潛力 在Anita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已經體現出來了 是一個美期的癌症 已經在急切治療部 已經所有醫生的資料 都認為她是不可能康復的 竟然在幾天裡面 就完全康復回來了 是的 宗教大家都聽過 很多人雖然是去求醫 但是五花八門 什麼醫都有 大家都聽過很多人 病起來 去黃大仙求籤 是的 分分鐘也聽過這些故事 哇 求條籤很靈 靈得化了灰之後 沖水喝了 病就馬上康復了 都不是說沒有 老實說 在醫學界上面 都有 這個叫做 spontaneous remission rate 翻譯作為 即時傳遇的率 如果是有大規模的統計 其實是任何疾病 即一其而其輕的重的 什麼病都好 大致上都有百分之十五的機會 有這個突然傳遇的機率 自然痊癒 自然痊癒 沒有人治過他 當然有些是自己有信心 當然有時候去 譬如耶路撒冷去朝聖 去墨家 如果是回教徒 去得到阿拉的祝福 或者是黃大仙求知 靈簽化了個符 來喝到他 都不頂 我們其實 不是說完全沒有根據 為什麼呢 因為 這個人似乎是一個肉身 我們做來做去醫學界 好像我們治療來治療去 都是在肉身上做功夫 但是根本是我們忽略了一件事 人呢 是除了有肉身之外 有精神 有靈 所謂 有自我 我們想想 人既然可以做到這麼多事情 為什麼我們有病要去求醫呢 就是因為有時候我們 沒有去確認我們自己的潛能 其實人的潛能 英文的Human Potential 是很微妙 還有有時候真的意想不到的 所以在三十年前 不止三四十年前 美國已經有兩位醫生 Dr. Dorman 和Dr. Dallacato 基於有某一個過程的臨床觀察之後 就組織了一個叫做 Institute for Human Potential 簡直是人類潛能的學院 在菲律德爾菲亞 到今天這個學院還存在 還在不停地做研究工作 他這個出發點就是 發覺原來人通過中書神經的調整 原來不是只有一個講字的調整 Dr. Dorman 和Dr. Dallacato 一個是物理治療師 另一位是心理醫生 通過一個比較具體的精神和神經上的調整 不只能夠將人體的潛能發揮更上一層樓 還有很多莫名其妙 我們完全沒有束手無擦 譬如小兒的弱智 譬如同事綜合症 譬如小孩子有多動症 甚至乎後來我個人的經驗 實實在在 連同中書神經受到具體的創傷 譬如是Spinal Cord Injury 即是脊髓神經受到一定很嚴重的創傷 譬如撞車撞到坦了 居然是經過這樣的工作 都可以將人的潛能發揮出來 對中書神經這麼嚴重的創傷 都會有幫助傳遇的作用 我第一次遇到這個情況 因為二十幾年前 不止二十幾年前 是三十幾年前的事件 就說我的第一位太太 就是因為車禍 所以引起脊髓神經受到很嚴重的創傷 創傷到大小便都失禁 還有環隔膜以下下身 完全不能動 不能動 不能動 當時在正常醫學界上完全絕望 沒有可能 我四處去尋求醫療答案的過程中 找到很多東西之中 找到原來是通過一個反射性的神經運動 英文叫做Cris-Cross Pattern 或者是 我們學者翻譯做 神經系統的 倒向反射運動 差不多的翻譯 就是可以令到我們的 中書神經有傳遇和再生的作用 原來連加拿大的BC省 即溫哥華的省份的政府 當時在70年初的時候 居然也有這樣的活動 有很多志願人士 在小學那裏的小孩弱智 或者他學習趕不上的話 就由這些志願者和他做這些運動 居然那些小孩的成績真的好 個個都定性 聰聰明明地學習 這只是其中一個範疇 還有是人的潛能和潛質的提高 的可能性是其中一個很實實在在的例子 你看看世界上 海豚都是冒雨動物 它可以大海洋洋 就可以這麼厲害 可以找路走 可以 腦子像雷達一樣 有很多海底的動物 根本是用眼看不到東西的 盲的 它都靠很多觸覺很多東西 做到很多很奇妙的東西 人的腦其實是世界上的動物 第二大個老的動物 最大的老的動物當然是海豚 我們也聽過海豚是可以治病的 莫名其妙地 原來它和人有一定的互動的時候 它的腦電波和磁場 居然可以影響我們身體的生理功能 也對我們的健康和生理的調整有一定的作用 我們再探討下去 再講下去 我們如果講到人的腦的運用 我們就要分開我們人的腦 其實有主動神經和不主動神經 我們的不主動神經 當然是我們控制想做什麼做什麼 想拿東西就拿東西 想走路就走路 想去哪裡就去哪裡 想不去哪裡就不去哪裡 但是很多我們身體裡面的器官的功能 都是靠這個不主動的神經去調整 以及去操作的 譬如我們的心臟 其實我們以為不斷跳 為何我神經緊張的時候 精神緊張的時候 我的心會跳得快些 為何有時候我忽然間 忽然間有時候就會暈倒 為何呢 原來我們的心臟 是經我們的不自主神經去調控的時候 我們是有兩部分 這個不自主神經 有膠感神經和副膠感神經 其實是兩邊都要同時工作 好像一個人開車 踩著油門 也踩著煞車掣 我們才知道心臟可以正常地工作 如果你完全放鬆 完全靠膠感神經去工作的話 我們的心跳會慢得很厲害 甚至乎達到血壓低到會休克 但我們全靠膠感神經去工作的話 心臟會跳得快到 血液完全沒有辦法循環 我們的腎就會引起衰竭 腦不夠血 不夠養 不夠糖分的供應 亦都會出現很危險的現象 我們講到副膠感神經 原來再看下去 袁醫生找到這一本書 就講及這個 你不想生病最好就搞定自律神經 其實這本是新書 其實他的意思就是 經過自律神經去調控不自律神經 令到不自律神經的膠感神經 和副膠感神經 有一定的平衡狀態的時候 我們就很大可能達到一定的健康狀態 原來我們的不自律神經 裡面的副膠感神經和膠感神經 都調控了我們身體裡面 不同部分的免疫功能 那麼有趣 譬如副膠感神經 原來它是調控我們的所謂 NK cell自然的計食細胞 這種細胞特別是來攻擊癌細胞 那麼有趣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如果是完全放鬆 完全是歡樂 如果有一定的信念的話 可以莫名其妙地 譬如生到癌症也好 都有人會不治如遇 譬如世界上 實實在在有另一位醫生 Dr.Symington 很不幸幾年前 是因為少許不治律神經的不平衡 其實他在吃三文治的時候 逐親 令到膠感神經刺激得太重要 令到副膠感神經原來失去控制 忽然間昏迷了 然後正常的醫學救不到他 很不幸在三四年前過了身 Dr.Symington 他其實是一個癌症的專家 是一個專用放射治療 去醫治癌症的專家 他本身 他本身 他原來的職業 後來他發覺 他在部隊 即是所謂美國的 他是一個軍醫 在美國的軍事基地裡面的醫院 專門治療某一種癌症 和只是用一樣的方案 千天一律 天天夜夜夜用同一種的封射治療方案 去醫療這些無千無百 這麼多美國的士兵 他發覺 為何同一個年齡 同一個症 同一種病 同一種治療 每個療學會參差不齊得這麼重要 他問為何呢 好一點的人 究竟是做了些什麼多了 或者吃了些什麼多了 會令到他的療效增加 他對這件事很有興趣 他只不過是一個醫生 但他是一個很有責任的醫生 他花了十幾年的研究 才發現原來他們的分別 分別就是他有信心 這些人的自主能力強 有信心 還有他正所謂我們說 俗一句說是看得開 他的所謂他的attitude 是和那些治療得不好的人 就完全很大的不同 他發現原來人最糟就是失望 如果你沒有期望就沒有失望 所以他做了一套東西 叫做Symington Technique 在網上找到Symington Cancer Center 他現在還在過世之後繼續進行 就是有一套Symington Technique 教人不要有期望 於是就永遠不失望 而且永遠有信心得來 就不是認為一定會贏 即是先願到復書 認了輸才去拼命 於是贏面就高了很多 我在日本根據Symington Technique 即所謂internship 即是實習的時候 我真是親身體驗 察覺到一個很科學化 很硬頸的日本工程師 那個頸上生一個輪臟細胞癌 是整個拳頭這麼大 正所謂這個人負面看到 就簡直是不能再負面 所以莫名喬尾條 用什麼方法都醫治他不好 方斜治療、化療 什麼都割了又生了 但是經過Symington 四天五天 每天八個小時的教訓 來跟他聊天 竟然在第五天 我親眼看到他的癌流拳頭這麼大 縮到三分之一這麼大 這麼可怕 而當時他完全沒有吃藥 你當時是親眼體驗這件事發生 我親眼體驗到這件事 於是我真的服了他 人的潛質、潛能 真的很厲害 如果我們能夠掌握到這一套 沒錯 我們所謂用藥 所謂看醫生 我可以跟你說一句 我本身都是醫生 我不是打砸 訂自己的飯碗 根本是多餘的 醫生、藥房、藥廠 全部都在你的身體裏面 你只要對自己有信心 只要按部就班這樣去做 而沒有放棄 而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將你的期望降低 但是不放棄希望 然後按部就班去探索你的醫療過程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信得過自己 但是不是盲從的信任 而是有道理地走 這條路 其實人的潛質是很厲害的 這百分之十五的突然傳遇率 在任何人身上都可以發生 Simon Ton是 她是兩夫婦 她是兩位心理醫生 她自己是柳總科的醫生 她自己是一個放射科的癌科專家 其實她可以說是早然 在這方面探討我們的精神 和肉體的關鍵科學家 其實她當時有幾本書 其中她的聚術 她當時要怎樣做呢 她就叫人用一種觀想 一個觀想的方法 一種觀想的方法 就是自己想像自己身體的白血球 細胞好像一個騎士 一個騎兵 在那裡對付那些癌症細胞 那些癌細胞 一樣一樣是將那些癌細胞殺死的 其中她當時是很出名的 就是用一種叫做 觀感的技術 其實是想像自己的身體 是一路一路白血球的細胞 是將那些癌細胞 逐一個個殺死的 其實這本書是我們很多年前 早期我們研究這方面的 它是一種在這方面的先驅者 我或者順便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Dr.Doman 這位是一個PhD的心理學家 差不多二十多年前 我當時在香港電台第三台 我都有一個自然療法的節目 每個星期都會講 講了幾年 其中我有一次 我寫信給這個機構 我記得機構叫做 Human Potenti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就是陳博士所說的 其實它早年研究很多方面 包括磁盾生命 學習能力問題 他也研究了早生命的小孩 是發羊療 有羊間病的小孩 也有幫助 我當時寫一個信給他 當時他寄了一大疊的資料 是分享他們的經驗 我記得當時說 很多小孩 服飾羊間症的藥物 其實是幾年之下 根本是沒有效的 根本你吃不吃都差不多 於是他用他們那套的方法 其中 剛才 Jim Chen就跟大家說 就是那個 Cross-Patterning Cross-Patterning 其實是很重要的 因為香港很多小孩 在成長過程裡 他沒有去學爬 其實爬是很重要的 我們那個腦袋 那個神經系統的 互相關聯 這個訓練 是靠我們那種手腳的協調 的爬行 是在那裡訓練回來的 在他那個中心裡面 其實很多時候 他教這些學識能力有問題 或者發展持動的小孩 他教他什麼 教他重新去學爬 我都好幾年前 我曾經被邀請 參加一個香港的嬰兒爬行比賽 其實今時今日 都還有發生的 那我太熱 我那次去到之後 我就觀察到 原來香港很多小孩 是不懂爬的 是不懂爬的 所以到他們成長之後 就精神有問題 是的 如果教一些成年人 精神有問題的人 正所謂看不開 看食股不化的人 原來叫成年去爬 每天爬十五二十分鐘 竟然他的性格 和做人態度 真的會改變 是的 其實很多這方面的資料 都是用 我叫做 叫做 criss-crossing 這種 re-patterning criss-crossing 這種手法 令到你的身體 腦袋和肉體 重新 屬立 他的協調能力 當然 我記得在 修董球場 這個比賽 香港很多小孩 可以這樣說 其實已經不是嬰兒 已經長大了 但他爬 他完全不會爬 他爬一會兒 就起身 跑跑跑跑過來 我開始了解到 現在為什麼香港 是這麼多小孩 在成長過程中出現問題 記住記住 鮮鮮仔 一定要先學爬 才讓他走 不要嫌疑 地方骯髒 香港很多時候 地方骯髒 不要爬 就馬上教他 如何走路 這是很危險 很危險的 其實我也有 大家有機會 可能聽過這個資料 他說為什麼 有什麼職業的人 特別長壽 就是那個 交響樂的指揮 其中他們解釋 為什麼 因為他們在音樂 和身體的發揮 手來指揮音樂 那種就是 Cris-Cross-Patterning 香港行會 會變成香港爬會 比較好 香港可能更好 當時我突然一看 我不看 我沒有這個經驗 我看不到 我看 原來香港問題就是 原來那些行會 行會的成員 就不要走以後爬 香港爬會 香港未有會 記住小朋友 一定要他爬 爬到他爬的速度 和你走路一樣快 你才開始讓他學走路 好了 時間關係了 休息一會兒 我們平時喝的水 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 錄氣 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訊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資源 健康之全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歡迎回來第二節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 精神戰勝肉身 除了完醫生之外 我們今天還有陳振誠 和自然療法醫學博士和我們分享 好了 我們剛才 陳博士已經和大家 開始介紹了 我們的治療神經系統 和我們的健康上的關係 其實很多人 在這個問題 還未嚴重出現之前 其實我們有很多 治療神經系統失調的症狀 其實有什麼症狀呢 如果我把這些症狀 讀給大家聽 大家會覺得 其實這個問題 我相信大家 很多不少都會有 譬如 治療神經系統 失調有什麼症狀呢 第一 譬如精神方面 有焦慮 不安 注意力不集中 以及記憶力降低 我相信 這是很普遍的問題 身體器官 和反應方面 譬如頭部 頭痛 頭重 扁頭痛 眼睛方面 疲勞 張不開 流淚 以及視力無狐等 耳朵方面 耳鳴 耳失 口腔方面 口肝 口腔痛 味覺異常 好了 喵喵方面 喵喵發痕 喵吞困難 喉嚨有一種異物感 以及壓迫感 呼吸系統方面 呼吸困難 有缺氧的感覺 心臟方面 有心跪 心跳 有時有些 弱氣 肺悶 喘氣 惡心 消化方面 有惡心的感覺 胃部發熱 胃部境聯 胃悔羊 腹脹 便秘 輻 輻射 消化不良 悲療器官方面 有尿頻 有種殘尿感 好像安不曬的感覺 排尿出現困難 身體器官 外陰部恆養 揚慰 身理不順 肌肉 關節方面 肩膊的腫痛 肩膊的僵緊 和關節佛力 四肢方面 四肢麻痺 發抖 發熱 指間有電流感 和感覺遲鈍 皮膚汗線 手心腳底多汗 食肉方面 不想吃東西 但是 飲食方面 或者過度 兩方面 一是不想吃 一是拼命想吃 全身方面 全身疲累 很容易疲倦 渾滑 飄浮感 失眠 淺眠 發熱 大家一聽 我相信 聽眾方面 沒有誰 未曾經經過這種問題 會否有人聽到 你是不是在說我的情況 其實在強國 在我們的祖國 醫學上 一早二十幾三十年前 已經有一個 我們叫做官能症 官能症 官能症 即是器官功能的群後症 這個疾病 就說不清楚 但是中醫 你如果聽完 剛才袁醫生 都列出來 他們就會 呃? 規魯? 都說完了 兩個字 其實 當然 如果有這些症狀的人 當然是四處去求醫之外 聽說這個又說 什麼知也好些 什麼單也好些 什麼好些 什麼都可能試過 但是當然有很多時候 這些可能是精神上面的 或者生活上面壓力的 影響到的生理問題 亦都有可能是因為 真真正正是有一種 生理方面有問題的病態 都不頂的 所以最緊要就是 找一個比較懂得診斷和分析的醫生 去處理和排除一些比較重的疾病的原因 這樣才好 我們剛才所說的 比如在中國 我們要用一種器官功能 我們也都在香港很多時候 叫做功能性 叫做functional 其實我們說 在病是有不同的階段的 當然 由一個非常之健康 充滿精神 吃得睡得玩得之外 慢慢開始差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有點不舒服 我剛才所說的很多事情 其實你去發炎的時候 其實暫時是發現不到 有什麼器官上 有什麼病理上的損耗 這個我們叫做功能性 亦都叫做啊健康 或者用這個字 是啊健康 其實大部份人 都是一步步 從健康到不健康的過程中 在裡面呢 是出現一種叫做功能性 或者叫functional 或者是治療神經失調的了 那慢慢最後呢 如果再沒有及時處理呢 才會出現 我們叫做器官的損壞的破壞 那時候變得很美奇的了 那所以是一個過程來的了 那大家會問 其實那 那怎麼會造成 我們治療神經失調的 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那其實呢 今時今日呢 大家可以看到 是環境的壓力 和當然呢 天生的性格 是導致我們治療神經系統 失調的主要原因來的了 那大家都知道了 現在今時今日 我們的生活呢 是一個好像 拔得盡的 橡皮帶來的 那我們經常生活忙碌 什麼都是講求速度 效率 這種這樣的 就是充滿壓力的 現代人的生活呢 其實呢 是很容易呢 是引發我們治療神經系統 失調的 那在長期壓力的 成因之外呢 當然呢 我們人的性格呢 通常呢 亦都是造成人類的 治療神經失調的 關鍵的因素來的了 那我們發現呢 其實呢 我們人呢 是多方有幾大幾幾類型的 那第一種呢 我們叫做 體質的問題 譬如 體質虛弱的人 那他可能天生 或者什麼原因都好 那他呢 是很容易呢 是出現這些 治療神經系統的 容易溜亂的 就是他不是很熬的 有一點點壓力之下呢 他很容易呢 是出現不同的身體的症狀 那但是 也都有一些人呢 是那個 那個 那個壓力型的 他是 即是很奮鬥的 主著呢 都要厲害的 要取勝的 那這幫人呢 當然呢 在壓力之下呢 慢慢地 治療神經系統 在壓力之下呢 都會出現問題的 那但是還有一類型的人呢 是一種精神型的人呢 是他太過悠閒的 那原來呢 什麼都不做 無所事事呢 其實都是不好的 那很多人呢 是因為可能你也聽到 一退休之後呢 就什麼鬼病都出了 那其實呢 就是這種情況 太悠閒的 突然之間太悠閒呢 身體平時那些 規律性的生活 是突然之間改完之後呢 他也都不知道 怎麼算 就是不懂得調理 於是呢 也都導致那個 治療神經系統失調的 一個例子 不治療神經裡面呢 有膠感神經 和副膠感神經 兩邊 如果是 副膠感神經 那個功能太強的時候呢 他心跳會減慢 就那個血液循環呢 也都會降低 血壓也都降低 降低到人呢 可以去到休克那麼嚴重 那譬如 那個膠感神經 太過抗進的話呢 血壓會高得很厲害 有很多東西 會失常啊 也都會令到那個血液循環出現問題呢 令到連那個腎功能都會引起初步的衰竭的現象 那究竟我們說 精神緊張 會生活壓力 會有這麼多事 那為什麼呢 那為什麼解除了這些問題 又會有很多病 又不治如遇呢 那我要引據在2005年 一個世界上的很權威的癌科醫學雜誌的文獻 叫做Lancet Oncology 在2005年 在英國的Southampton University的醫學院出來的文獻 竟然是解了一個謎 他就說 那個腹膠感神經 裡面有一條很主要很大的一條神經的主幹 叫做謎酒神經 這個謎酒神經在我們的腦幹那裏走下去 會直接是主導我們的心臟和胃的功能 這個謎酒神經英文叫做Vegas Nerve 這個Vegas Nerve 如果它的功能提高的話 在這個實實在在的生理科學上面 我們發現我們人的腦細胞居然會做很多多態出來 這些多態除了有提高免疫功能之外 居然這些多態是功能多到其中一樣最重要的 居然是令到我們身體裡面的癌細胞 是自動凋亡是自殺 如這個謎酒神經在什麼情況下才會 將功能提高 當然如果這個Vegas Nerve 即是你的謎酒神經功能高到不得了那麼高 其他全部都沒有了 你的心都不跳 原來這個謎酒神經 譬如一個人是很有信心 在歡樂的時候 或者是有一定的生活上 活動上面的調適 我們的謎酒神經 這個功能是會適當地提高 是會不止令到我們的器官的功能工作正常之外 連癌細胞或者是老少少有少少毛病的細胞 都會進入一個維修狀態 如果維修不好的話 這個謎酒神經就會發放一些多態 或者是訊號出來 令到這些細胞自動自殺 讓新的細胞會生出來 這樣變成了 簡直是維持我們人生 裡面的器官組織的維修 和新陳代謝 是有相當大的意義 所以我們就由這個文天 我們體會得到 為什麼就算是一般的人 有時都沒有去見醫生 我們很多疾病 不是說完全沒有機會 是不治癒的 當然我就說 最重要是有適當的處理 以及不要說 連最基本的治療機會 都不給我們自己 為了大家再提一提 原來有什麼生活方式 會令我們治療神經系統 失調惡化 這種生活方式 第一就是狂吃宵夜 即是不聽生命的時鐘 晚上很晚便吃宵夜 經常性的加班 還有是經常熬夜 看電腦也好 和人在玩遊戲 電腦遊戲 熬夜 還有手機不離手 因為手機本身 有一定不好的磁場 大家已經開始知道 其實手機裏面發出的電波 電波 電波很快會被證實 會導致腦癌 像香煙一樣 很多實驗已經好人說 但當時都不被認同 但現在已經開始有很多資料 顯示現在很多無線電話 很多WiFi 其實很可能對我們的身體 是有很大的創傷 還有一些人 每天自己回公司工作 跟著就回家睡覺 完全沒有其他娛樂的嗜好 這些也是容易讓我們自動神經系統 失調惡化這種生活的方式 好了 大家都會說 其實我們有沒有一些方法 是可以幫我們測出我們的自動神經系統 到底那個問題去到多嚴重 有什麼工具 是可以幫我們檢查出來的呢 當然心理醫生 就問你幾句說話 然後就以他的臨床經驗 和讀過的書本上面的一些見證所的 criteria 一些指標各方面 他可以做一定的判斷 但是在很客觀的情況下 譬如在袁醫生的診所 有一部機器 就是測到你的心跳的變異 因為心臟很典型 根本是膠感和副膠感神經 兩邊 一個好像踏油門 一個好像踏煞車制 兩個踏踏踏踏去進行 這部機器就是測得到究竟 你兩邊踏的調控的傾向是怎樣 知道你那個不治慮神經的平衡是怎樣 另外還有很多其他東西 可以測試得到膠感神經和副膠感神經的平衡 如果我們明確地看得到有客觀的數據 說我現在副膠感神經都到膠感神經都到 那你不就更好調整 做完功夫之後 你再測一測 就知道自己究竟有沒有進步到 其實這個方法在學術上 我們叫做心律變異率 叫做Heart Rate Variability Study 這個工具在歐洲很流行 我都大概二十多年前 在德國遇到一位蘇聯的科學家 他當時設計了這個工具 我相信這個工具其實歷史都相當長久 在我們的診所裏面 我所有病人都會要求他做 除了小孩子 我們通常要他做 因為由心律變異率 Heart Rate Variability Study 其實我是可以很簡單 快捷安全地 不需要用侵犯性的手法 可以試探得到 到底這個病人的底子 體質去到哪裏 其實他要測什麼呢 其實我們是測自律神經系統的 但你知道自律神經系統 是沒有直接的科技 可以直接去測自律神經系統的 是吧 我們怎樣能測 我們測過心跳率 因為為什麼呢 心跳變異是由自律神經系統控制的 如果我由心跳變異率 我相信大家都很認識 有些運動員會帶著一些 量度心跳的機器 其實是用這種方法 就是拿了心跳率 而分析它的變異 即是心跳和心跳之間 其實不是固定的 一般人的心臟 不是完全固定的速度在跳的 每一次心跳和心跳之間的 有幾毫米的差異 我通常認為一般人的心跳 應該每分鐘七十二下 但是 在每分鐘七十二下之間 原來在正常的心律之下 心律變異越大 是代表心臟功能越好 有些人說不是 我通常認為心臟要有規律 當然是對的 但是在心臟和心臟跳之間 其實是有少許不同的 在我們的公司 我用這個簡單的測試 要一個病人 帶著一個測量的機器 是量心跳的 我們就把這個資料 輸入一個電腦裡面 電腦就會分析 心跳的過程 我們會看到圖表 如果我們發現 心跳的圖表 是很平均的 即是很平坦的 沒有什麼高高低低的 我們不用看詳細的報告 我已經知道它有問題 進行方便 先叫病人躺下 我們便會量 數數數數 數到一百六十六下 我們便叫病人起床 一起床 我們便繼續量下去 在一個 躺下和起床裡面 當然 我們身體的 心臟要求是不同了 是會有些變異的 接著我們一直量量到四百四十八次的心跳 再用電腦分析 我們便可以很準確地 可以知道 這個病者的 那個 心理系統功能 Pisiological 是那個 心理系統功能 去到哪裡 以及它抵受壓力的能力 去到哪裡 我這個測試是相當準確的 因為我過去 我可以說 我用到 可能都成數以萬次 差不多每個病人 我都盡量幫他做一個 很簡單的健康的測試 我發現有時候有些病人 我們測出來的指數是很差很差的 我記得有一次 我知道我們看很多美奇癌症的病人 那個病人我測了之後 其實是某一個指數 我叫做Tangent Index 壓力指標 通常一百二十以下 叫做安全的 他只去到二千三千 病人也有少少猶疑 始終要改變身體 是需要投資的 要支援在身上 他有少少猶疑 我說不要緊 你回去考慮一下 如果你想接受我們公司的治療 你可以隨時回來通知我們 但我當時看到 我叫做Tangent Index 是成過千的 二三千的 幾天之後他已經過身了 我自己的經驗 發現這個測試 是非常之非常之準確的 但當然 如果一個小孩很小 那麼我們的數據 基礎的數據 不是適合於小孩子的 但一到成長了的Teenager 其實我已經是很容易 是很準確 是用這個很簡單的方法 可以知道 你身體健康的狀態去到哪裏 除了這個簡單的方法 也有一種 用呼吸裡面的二氧化碳濃度 這個可能有些特別的儀器 可以不需要用抽血的方法 亦都知道你噴出來的氣的二氧化碳濃度 還有一個叫做測量姿勢改變時的血壓 大家有沒有這個經驗 有時候你可能蹲下了一段時間 或者坐下了一段時間 突然之間起床 他會怎樣 會暈的 好像這樣 休克一下 其實這個也是反映 我們那個治療神經系統 我們腎上腺素的功能 能不能夠將我們的血壓 在適當的時間 要它升高 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你突然起床時有些暈 其實就能反映你的治療神經系統 比較弱 因為腎上腺素的功能 不能夠及時將你的血壓提升 於是你一起床的時候 你的血就在不到腦裡流 突然脫血脫氧 脫氧 會有這種暈的感覺 其實我們已經有一些很簡單的 沒有侵犯性的方法 是可以幫助我們 測出我們的治療神經系統 那方面的功能 但當然 我們都最重要的希望 其實我有些什麼可以做呢 因為我的病人經常都會問我 你告訴我 我現在狀態是這樣的 可能有些很差 下一步一定會問 其實有些什麼可以做呢 有些什麼很具體的事情 改變健康的狀態 其實是有很多方法的 不是說一兩樣的方法 其實方法亦都相當之多 其中一些方法就是呼吸 很多人都想不到的 原來我們治療神經系統 交感神經、腐交感神經 是會控制我們呼吸的深度和速度的 我們亦都可以用回 我們呼吸的速度和深度 是從而調理我們的治療神經系統的 我相信大家都聽過的 我們大部分人的情況 都是呼吸比較淺、急、快 我們一個人 當一個人平靜平和的時候 如果你有機會 去看看那些嬰兒 健康的嬰兒 我希望不要打針打到壞了 那些嬰兒 你會看到他們 你有心地去觀察他們的呼吸 他們是用什麼地方呼吸 是用腹部呼吸的 他不是用胸口肺的地方呼吸 他用肚部呼吸 你會觀察得到 小朋友他呼吸的時候 肚子就會升高降低 升高降低 如果要大家訓練一種健康的呼吸方法 就是學習用腹部呼吸 當然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分平 仰惡 然後可以把手放在自己腹部上面 或者拿本書放在上面 然後你自己用腹部 把那本書升高 當你吸氣的時候 用腹部把那本書升高 可能都是五秒鐘六秒鐘 不用太長 然後慢慢地呼吸出來 其實很重要是 你呼吸的時候 時間要長一點 不要吹一聲 噴氣出來 慢慢地 隨隨 把氣慢慢套出來 可以用鼻吸 用口呼出來 最重要是 在速度方面 要慢慢拖慢一點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可以調理治療神經系統 當然 其實我們香港人經常都做 太極 氣功 氣功 其實這些都是在多方面 幫助我們調理治療神經系統 很明顯 健康的因素在哪裡 是八大要素 食物 水 休息 運動 陽光 生態的環境 情緒的平衡 其實這些是我們 導致健康不健康的因素 我們在過去 在我們的節目裡 都跟大家分享過 關於壓力的問題 我記得我做了五個小時 四、五個小時 是全部講到壓力的 其實我們曾經所說的 很多的破壞 我們的治療神經系統 其實是我們一個 充滿壓力的生活方式 我們在調理方面 其實是很多方面可以做到的 如果有機會 可以聽到我們過去 曾經做過五集 五小時 是關於壓力對我們健康的影響 以及我們用什麼方法去減壓 飲食方面 記不記得我們做一個 酸鹼平衡的食物 都成三、四個節目 三、四集 我這裡也跟大家分享過 在飲食方面 大家可以做些什麼 記住 其實治療神經系統 只不過是 反映我們身體整體的健康 如果我們想辦法 將身體整體的健康 調整到一個高的狀態 其實這是最佳的預防方法 所以很多時候 人們經常說 預防性於治療 預防性於治療 預防方法 不是每年去檢查身體 照什麼照什麼照什麼 我跟大家分享過 英國有一個很大的現縮公司 25年的著向 兩組幾萬人的 售補的人做個比較 幾萬的售補人 每年叫做身體檢查 第二幾萬的另外一組 就叫他有時先去看醫生 現縮公司給了錢 結果25年來 兩組人的患病率 死亡率是沒有分別的 大家跟大家解釋了 原因就是說 去檢查不是代表預防 檢查是企圖及早發炎 你知道我們大部分人的病 是經過不同的程序的 我們先由很健康 到差一點 不要那麼健康 出現功能性的問題 最後變成一個器官的問題 病理的問題 大部分的測試 是在我們病理問題出現的時候 才能夠測試 可以這麼說 到你發現的時候 已經是太遲了 還有發現了之後 我們現代的西方藥物開刀 這些工具 是不會令到我們健康的 我們剛才陳博士也說起了 其實真真正正的健康 不是醫生給你的 大家有機會聽過 其實病是自己好的 醫生只不過從中收錢 好了 我們時間都差不多了 要有多一點指導性質的 哈哈哈 OK 好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了袁醫生和陳博士 如果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和袁醫生回診 打以下這個電話 2577-3798 拜拜 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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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